各位小汽車觀點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又到了我們銷售數字分析的時候了 我們現在要來看的是2022年11月份 台灣汽車市場的銷售的狀況 那總共呢 在11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售出了39,670台的新車 那和2021年11月份相比的話呢 是微幅衰退了1.1% 所以幾乎是一個持平的狀況 當然呢在最近 其實像我最近接受很多電視媒體的邀訪 那討論最多的還是目前欠車漲價的問題 所以現在這些問題呢 還是大家都一直在面臨 那當然台灣有大選 有地方的選舉 所以對於呢 車市也有一些干擾 再加上國際的整個景氣的狀況 有比較一些混沌不明的狀況 所以呢 在整個11月份來說的話 雖然說大環境的因素來判斷 可能整個銷售的成績呢 不會那麼樣的理想 但實際上 各個品牌也盡力做到了 大概維持去年的水準 不過整年來看的話 當然和去年的成績相比 還是有一段比較大的落差的 所以今年會比去年衰退 這個應該是定局的 好接著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前10名的品牌到底表現怎麼樣 第一名的話還是一樣是Toyota Toyota總共售出了 11,218台的新車 那市占率呢是來到28.3% 那和去年相比的話 其實衰退比較嚴重一些 衰退有超過10% 只有做到去年的89.8% 但是和上個月相比的話 其實是有成長3.6%的 但是呢 整個Toyota呢 雖然還是站在龍頭的地位 而且跟第二名有很明顯的差距 但是和這個市場平均的成績來相比的話 無論看去年相比 或者是和上個月相比 其實Toyota的表現都不算特別的理想 那當然有什麼原因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為大家一一來分析 那第二名的話還是中華家Mitsubishi 3970台的新車 市占率剛好是10% 和去年相比的話呢 大概會低於市場平均值一些 但是和上個月相比 有高達12.1%的成長 這個就高於市場的平均值了 所以整個中華的表現到底好不好呢 等一下也會大家來分析 第三名的話是Mercedes-Benz 2436台其實345的這個銷售量非常的接近 都大概是6%左右的市占率 但是賓士和去年同一相比的話成長率高達38.4% 這個非常值得注意 那和上個月相比的話成長也成長了4.5% 雖然沒有市場這麼多 但是還是一個成長的態勢 那第四名的話是Nissan Nissan集團 Nissan的話是2352台市占率大概9%左右 大概小輸 賓士一點點 那和去年同一相比的話 衰退蠻嚴重的 去年同一相比的話 只做到大概8.8%左右 那和上個月相比的話 當然成長的還不錯 也是和Mitsubishi一樣 有超過12%的成長 那第五名的話是Honda Honda 2293台市占率5.8% 那和去年同一相比的話大概只做到8成 這個比Nissan衰退還嚴重 什麼原因可能會跟上個月一樣 那當然和上個月相比的話是成長的 那第六名的話是Ford Ford大概剛好破2000台左右 市占率5.1% 那和去年同一相比呢 只做到了大概6成4左右 衰退和去年相比算是很嚴重的 那和上個月相比的話 成長5.5% 也低於市場的平均值 第七名是Lasers Lasers的話呢 和去年同一相比有高達4成4的成長 那和上個月相比成長也突破兩成 所以Lasers的這個月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那第八名的話是Honda Honda的話16005台 市占率4% 其實延續上個月不錯的態勢 這個月也一樣是很不錯的 無論是跟去年同一相比 或者是跟上個月相比 都有超過兩成的成長 第九名的話是Volkswagen Volkswagen剛好破1500台 1508台的銷售量呢 市占率來到3.8% 和去年同一相比有超過5成的成長 那和上個月相比呢 成長的幅度也是高於市場平均值的 第十名是Mazda Mazda 1369台的新車呢 市占率3.5% 和去年同一相比有大概4成左右的成長 但是和上個月相比的話 這個就呈現衰退的狀況了 這也是前十名的品牌呢 比較少見的一個狀況 好 接下來我們一個品牌一個品牌來看 首先看到龍頭Toyota的部分 Toyota的部分呢 這個月賣的最好的還是CC Coloracross 3930台的新車 那其中呢 Hybrid車款是1247台 所以看起來是還蠻不錯的 那第二名是Ruffle Ruffle 1453台呢 幾乎都是油車 Hybrid只有49台 所以在整個新年式切換之後 可能這個月供給的都是油車 所以扣掉Hybrid的銷售量的話 雖然來到Toyota本身第二名的位置 但是實力沒有發揮 但這也說明了 欠車的狀況還是非常嚴重 所以剛剛我們在看Toyota的整體表現 和去年同意相比的話 只做到大概九成左右去年的銷售量 其實進口車的欠車 特別是進口主力車種 像Ruffle這種車的欠車 是一個非常主要的關鍵 再來第三名的話是Altis Altis的話1433台 算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成績 但是按去年同意相比呢 也只有做到大概不到八成的量了 那Yaris的話有破千台 其實Yaris已經獨稱大局很久了 因為這個車呢 在明年由於預告要退出市場 要改款了 那後繼車種的話呢 現在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推估應該會是Crossover的小SUV的車種 所以要用這種便宜大碗 買到一部小的代步車 這個大家要好好把握啦 那Toyota的話 1052台大概也是產能極限 現在聽說呢 Toyota都還要等兩三個月至少 那再加上年底相車又要上了 那產能會不會更吃緊呢 這個後續也值得來觀察 那進口車的話 主要是Ruffle在欠車 那其他的車的話 看起來供貨的狀況呢 會比較理想一些 但是Ruffle因為它的絕對值很大 所以只要Ruffle欠車 對於整個Toyota的品牌呢 影響就是非常大的囉 那再來我們來看第二名Mitsubishi Mitsubishi和去年同期相較的話 是做到去年同期的大概95%左右 那其中Verica它的貨車的話 667台很明顯的跟Toyota有一些差距了 但是整個車系來看的話 或許差距還不算那麼樣的明顯 而且保留了一些領先的態勢 但實際上如果貨車比貨車的話 Verica在11月份來看的話 確實是已經受到Toyota的影響 還算蠻大的囉 那也只做到去年大概八成多一點的銷售量 所以Verica只要影響呢 大概就會對整個中華家民室ubishi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但反觀第二名的德利卡來看的話 德利卡880台的量大概和去年是持平的 所以銷售量還算穩定 那在Zinger的方面 Zinger的方面是大概600台左右的銷售量 那其實和去年同學相比的話 大概也還算一個持平的銷售量 那Coplus的話就略有成長 因為現在的競爭環境其實也相當的單純 所以整個市場來看的話 Mitsubishi加中華的話主要是受到Verica 其實它的貨車款受到Tone S的影響 所以讓整個品牌呢 和去年相比的話有微幅的衰退 所以後續當Tone S的香車上了之後呢 我想成績會更值得大家的期待 好再來我們看第三名的Mercedes-Benz 和去年同行相比呢 有高達38%超過的成長的幅度 那其中呢GLA來車還蠻多的 那GLC呢最後一匹車也陸續在到港了 所以這兩款主力車款 把整個成績都撐起來了 加上GLB A-Class其實都供應的還不錯 所以呢整個泰塞的成績 幾乎幾個主力車款 在這個月賓士都有車來 所以滿足累積的訂單之後呢 讓它延續了上個月交車的盛況 所以在整個表現上面來看的話 是相當不錯的 那當然值得觀察的就是後續 在明年陸陸續續車子供應正常之後 這一些代交車交完之後 就會反映了市場實際的狀況了 那當然這個值得明年之後來繼續來觀察 那第四名的話 Nissan整個Find Nissan集團 我們來看的話 Peace改款之後呢成效是相當不錯的 以銷售成績來看的話 11分售出了1112台 看數字方面是不錯 但是和去年同時相比的話 大概做到8成7左右啦 所以還是一個衰退的狀況 但是因為絕對數字還不錯 所以對於Nissan這個品牌的抑注 是蠻大的 這算是一個很成功的改款 因為Kiss這個車呢 其實上市算幾年的時間了 這次的改款 我想消費者應該還蠻有感的 所以也使得前線可以用這個改款當武器 把這個車的量守得還不錯 那Centra的話呢 Centra 511台 和去年同時相比的話 衰退的幅度蠻大的 但是房車現在其實相當的弱勢啦 包含Altis其實都是 和去年相比呈現大幅度的衰退 這不難想像啦 那Tita的話 278的還略幅的成長13% 所以這個表現也算還不錯 那這個月的話 進口車Ultima等了很久 終於來了 雖然只有75台 但是算是有交一點的車子啦 所以整個Nissan來看的話 其實名次推進的還不錯 第四名了 那當然希望下個月 據說X-Trail進口版的 就要開始接單了 而且呢 導入e-power 4船 這個是目前聽到的消息 還沒有證實 但是希望這個車呢 能夠開一個有競爭力的價錢 如果開大概差不多130萬的話 我想以Nissan體系的這個銷售人員 這麼會賣 Nissan這個以後的成績呢 應該也很值得期待啦 好我們再來看第五名是Honda Honda的話其實產品相當的簡單 就這幾個車子 那CRV的話1439台 絕對數量跟KISS一樣還不錯 但是和去年同意相比呢 也做到八成不到的數量而已 但是對於整個品牌的 挹注是大的 那好消息呢 CRV雖然和去年同意相比 呈現是衰退的狀況 但有一個好消息是 FIT終於開始生產了 所以在11月份的時候 交了601台 這個應該是做多少 交多少啦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 全部交的幾乎都是Hybrid E-Half的款式 所以安全能源相比呢 有大概倍數的成長 那因為之前有短暫的停產嘛 所以看來產能供應之後 就全數交車了 但是HRV做的好像還是比較少 所以只交了247台 所以安全能源同期相比 大概是一樣的啦 所以靠著量很多的CRV 再加這個月FIT有交車 所以Honda呢 雖然名次被Nissan超越 但事實上呢 整個市占率還算還可以啦 那Honda雖然最近產品比較簡單 但是Civic即將要開始接單了 應該在12月會開始來接單 當然量不會多 因為據說很貴 那我覺得有一個宣示的意義啦 因為Civic在台灣市場這麼久 幾乎就是Honda的代名詞嘛 那以前叫喜美 現在當然原廠不希望他跟喜美有任何掛鉤啦 所以會叫Civic 那Civic的話 引進到底能不能喚起台灣消費者 對於Honda那種過去輝煌的記憶呢 我們就大概拭目以待啦 那再來看第六名 福特 那福特的話兩款主力車 Focus跟Kuga Kuga在我們露營的現在 正在舉辦二三年式的記者會 那二三年式呢 有針對幾個東西做改變 那我等一下為各位來分享 我先來看一下成績 成績Focus方面的話 1070台 和去年同期相比成績不勝理想 只做到去年同期的73.3% 那當然這個要加油啦 那Kuga的話 甚至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了 730台的修售量 那這一次的改款呢 到底能不能增強它的競爭力 因為這市場很競爭啦 我覺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因為無論是Kuga或者Focus 對於整個Ford的市占率的影響都非常的大 那在錄影的當下 Ford正在做二三年式Kuga的發表會 二三年式的Kuga呢 有幾個重點 我跟大家講一下 針對入門的車型 它把安全配備 也就是Copac的360 全部下放了 所以在價格上 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多的豪華配備 但是你很重視安全的話 或許這是一個買點 那在180中介的車型方面呢 它也把BNO的影響 電動尾門 還有10向的電動座椅 抬頭顯示器 等等這些東西 也全部都下放了 所以據說啦 因為現在我還不知道價錢 但是據說 就換新之後呢 會在百萬以內 所以大概會是 大概一百零幾萬啦 那這個價錢的話 我覺得應該算是有誠意啦 那再來 它推出了一個高階的車款 Vignale Vignale這個車呢 是歐洲的豪華質品牌的型號啦 那台灣是第二個在歐洲以外生產的市場 所以呢 有宣示性的意義 那當然價格也有宣示性的意義 為什麼 因為車是小客車認證 加上配備很豪華啦 所以到底多少錢呢 壓在螢幕上面 因為我等一下 我就要去高雄啦 我現在還不知道多少錢 但我請編輯壓在上面 給大家看 Lasers的話 這個月表現非常不錯 因為和去年同益相比的話 有高達4x4 超過的成長 那上個月相比也是成長的 主要呢 是因為 NX終於來車了 NX你知道代價膽有多少嗎 有9000多這樣 大概接近1萬輛 所以11分交出了938台 這個才是NX的實力嘛 你看我們講了這麼多月了 所以終於NX快要到1000台的量了 供貨呢 算是比較正常一點 UX也是啦 427台 那ES的話也有接近300台 所以這個月表現相當好 在沒有RX的狀況 因為RX早就出清了 現在RX 這個月大概款第五代發表了 那有4個動力 10種車型 我認為啦 安排的產品安排非常的縝密 那在每個月如果正常交車的話 我想應該也對Lasers的品牌 意註算蠻大的 所以明年Lasers的銷售量 如果在供貨正常的話 其實我個人覺得還蠻看好的 再來是第八名的用點 用點無論是跟去年比 或者是和上個月比 都有兩成左右的成長 那當然供貨正常一些 Venue的部分 608台算是火力全開啦 把過去積壓的訂單 大概陸陸續續在產能的極限方面 都交車 所以看起來Venue是不錯的 那Porter也不錯 和去年東西相比小幅衰退 但是大概是平盤的一個水準 也有接近400台左右 它的產能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圖上L的話很可惜 因為從上市之後 接單接的非常好 但是受到母廠 它工料的問題 主要是晶片啦 工料的問題 所以產能一直很有限 一直沒有KT件 可以組裝成車 那這個月大概350台左右的 銷售量了 我想應該是有多少車也全交了 那這個絕對不是產品的實力 以它目前接單的態勢的話 我覺得應該七八百台一個月 甚至1000台一個月 是有可能的 那當然後續 我一直強調後續 如果供貨正常的話 才是各品牌實力的展現 對照起來才會比較有意義 那現在的話大概就大家看一個狀況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第九名Volkswagen Volkswagen跟確認同仁相比 有超過五成的成長 成長驚人 為什麼呢 因為Golf終於來了 Golf這個月交了508台 終於來了 這個大概是這兩年來 這個一直欠車 第一次大批的來交車 那可是提逛的話就沒車了 這比較可惜 那主力T-Roc 還有接近300台的這個數量 其實福斯靠T-Roc已經撐很久了 其實這個車不應該是銷售主力的 但是撐了那麼久也很難得 那以後如果供貨比較正常 比如說下個月如果可以提逛來的話 或許成績還能夠再亮眼一些 那Mazda和去年同仁相比 也有接近四成的成長 那主要是Mazda3終於大量到港了 和Golf一樣 這兩個同級距的產品 你看都欠車算欠滿久的 Mazda3交了快600台 但是反而CX5這個主力 只交了237台 你看是不是跟福斯的狀況非常的像 Tiquang和CX5這個月來的車都少 但是之前欠單的Mazda3和Golf 這個月都有大量的車來 也是都大概500多台的量來交 所以這兩個品牌其實 狀況是非常類似的 好以上就是針對前10名 跟大家做報告 那還是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小汽車觀點 7card的網站 每個月都有業界最詳細的車型的銷售數字 所以如果你對其他的品牌 或者是每一個車型有興趣 也歡迎點閱 下面的連結進入網站 你自己去看 裡面都有非常詳盡的數字 那這個月來說的話 在年底是一個旺季 大家在衝刺 雖然說大環境比較混沌不明 因為國外不管是供料的狀況 而影響交車的狀況 或者是說在歐美地區 他的經濟狀況 目前看起來是呈現比較衰退 然後通膨也很嚴重 所以台灣什麼時候會影響到 目前不知道 那我想上個月和上上個月 其實也為大家分享很多了 那在汽車界的同仁 其實大家都很努力啦 也盡量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那這個市場呢 我認為要回歸到整個真正的 銷售的狀況實力 可能要到明年的第二季至少 要到明年第二季以後 才能夠真正的交車比較順暢 比較能夠反應的出來 那今年很快的只剩最後一個月了 那最後一個月全年的銷售數字就會揭曉了 那當然已經可以斷言 就是會比去年的衰退了 那到底衰退多少 就要看12月份 到底交車的狀況是怎麼樣了 那我們就大家一起期待 我是小七 我們就下個月見了 拜拜